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江主席访问柬埔寨时的珍贵历史影像 江主席现场即兴演奏二胡这一行为 给柬埔寨的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江主席亲和地融入到柬埔寨人民当中 与柬埔寨人民即兴奏乐的这一行为 巧妙地拉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距离 实际上江主席不仅会拉二胡 江主席还会金虎 他的金虎公敌也是十分地深厚 可谓是堪称行家 接下来的这一段影像就能体现出来 然而江主席可不仅仅会拉近胡 江主席的笛子吹得也是十分地精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江主席吹奏的梅花三洞 我们刚刚看到的珍贵影像是 江主席在杭州时 即兴用笛子吹奏的梅花三洞 江主席的表演可谓是十分地精彩 台下的众人也跟着节奏拍手合唱 其实我们的江主席平时还喜欢唱歌 特别是一些经典的歌曲 这是江主席和众人合唱的抗战歌曲毕业歌 之前我们谈论到了江主席会拉近胡 有了近胡那必然就少不了京剧 没错江主席不仅歌唱的好 京剧唱的更是不错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江主席访美期间在华人华侨的欢迎会上 演唱京剧的一段珍贵历史影像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江主席演唱京剧时的珍贵历史影像 江主席在访美期间参加华人华侨的欢迎会时 他演唱的京剧引得台下众人一度较好 我们的江主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十分地热爱 他本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更是掌握了不下八种中国传统乐器 江主席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 曾经进行过这样的评价 中华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 之前江主席在访美途中拜访恩师顾老时 江主席向顾老献上了一幅书法 对此表达对老师的敬重与感激 随后江主席还赠送了顾老夫妇一本书 那是一本反映中国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画册 并且江主席还在画册上亲笔题字 由此可见江主席的书法写的也是极好的 从这些也可以看出江主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真的是十分地喜爱 江主席真的是博学多识 多才多艺 这样的一位伟人值得我们敬佩 我们也要向江主席学习 做一位爱国敬业的好公民 热爱自己的祖国 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